歡迎各位亦有全面進場 如果你是喜歡我的節目 希望你可以免費訂閱我的頻道 多謝大家的支持 話說黃色經濟圈這個概念被提出以來 遭受到很多親中媒體的猛烈批評 我們講他們的論點之前 首先看看一些著名的藍店 他們近這半年的業績到底是怎樣的 首先是被認為和福建邦關係密切的傅林集團 他們在11月底公佈了中期業績 原來是轉型違規 截至9月底半年間虧損了6376萬元 每股虧損是4.9 中期息不排 相比之下去年同期有盈利是1269萬 業績明顯是大倒退 而今年上半年他們錄得10.84億元的收益 減少了1.5% 毛利率較去年同期下跌2.4% 顧客人數約為1070萬人 按年減少1.5% 這已經是非常厲害了 業績大倒退 這就是傅林集團的消息 至於另一間被市民指稱和福建邦有密切關係的藍店 就是優品360 他們公佈了截至9月底的中期業績 順利按年減少6% 另一間是美芯 美芯也是第三季的業績受到影響 牛奶公司早前也宣佈了 大家可以看到 很多藍店其實多多少少的業績 都是受到反送中運動所影響的 這就是所謂黃色經濟圈的其中一個目的 因為市民說要支持黃店 就不支持藍店 從這幾間著名藍店的業績 其實多多少少就可以反映得到 市民取得了初步的成功 難怪那些政府官員 例如邱騰華局長 以及一些親中的媒體 經常撰寫的文章 唱衰唱淡唱臭的黃色經濟圈 因為他已經慢慢發展出一個初形 當然他的後續成效是怎樣 就好看市民的決心和毅力 到底那些親中媒體 如何唱衰唱淡唱臭的黃色經濟圈 而他們的論點又有沒有參考價值 又是否指出黃色經濟圈的問題 我們逐一看看 其實我看到一篇文章 是來自亞洲周刊的 文章的標題就是 撤破香港黃色經濟圈的炮影 他們認為黃色經濟圈是虛張聲勢 注定成為笑柄 我們一起看看他們的觀點是怎樣 到底黃色經濟圈是真的一個笑柄 還是他們非常擔心這件事可以成形呢? 第一點 他們認為黃色經濟圈的提議是虛妄的 因為參加抵制行動的黃絲 根本上都是自欺欺人 政治主張多激進也好 身體就很誠實 絕大部分黃絲都不可能 不去光顧那些大型連鎖食店 為什麼呢? 因為這些食店才是香港的主流 也是遍佈全港十八區 黃絲的所謂抵制 就是虛張聲勢 不是自己騙自己的 我對這一點是相當傳疑的 為什麼呢? 因為全香港的人都沒有辦法證實得到 到底走進去藍店幫襯的顧客 是黃絲還是藍絲 因為在裏面沒有牽涉到一個科學 和客觀的調查研究和統計 大家都只是猜猜一下 所以有時候我看到一些網上的連龍牆 就猛地拍著 元氣壽司裡面 就佈滿了客人 黃色經濟圈是否失敗了 我就不是這樣看的 因為藍絲 就算他在選舉當中已經證實得到 他們不再是沉默的大多數了 這個神話已經幻滅了 但是藍絲的確是真有其人存在的 他們出街的時候 一樣是要光顧食店都要吃東西的 所以幫襯這些藍店的 也有可能是這些藍絲 很大機會是 所以大家就不需要猜猜一下 因為沒有辦法證實得到 這些東西是 而且那些藍絲 老實說 他們就照顧幫襯 一間小店幾十人 連你的藍絲也夠打爆的店 怎麼都會有客人 所以這件事情我就不同意了 這論點是非常無斷的 第二件事 他又說到關於這個黃色經濟圈 其實就等於反中 就要在這個經濟上去中國化 繼而不斷妖魔化中國 但是他這篇文章就提到 香港人生活都跟中國的供應鏈 是息息相關的 如果你要政治正確的話 就應該自行斷水斷電 宣布不買大陸運來的疏錯肉類 才是誠實和決斷的行動 老實說 這件事就把黃店扣了一頂 去中國化的帽子 黃色經濟圈的核心價值就是 不是去中國化的 這些完全是偽命題 根本上由黃色經濟圈的概念 一提出以來 就沒有說過去中國化的 純粹就是 市民用民間的力量 用自己口袋裡面的鈔票 撐起黃店 而且抵制藍店 抵制藍店的方法很簡單 就是過門不入 不走進去光顧 就已經抵制了 跟你所說的去中國化是相差很遠的 他又說到 現在我們香港人每天養賴的自來水 電力 食物材料 全部都跟中國有關的 好了 我們上次就跟他討論一下 他就提到自來水的問題 沒錯 不過的確在目前這一刻為止 香港最主要的水源 就是來自東江水 問題是 這個交易到底有多大的政治因素在裡頭呢 如果大陸肯全面開放香港人 去自行去獲取水資源 即是讓我們香港人 去建設海水化碳廠 我相信香港人絕對是有這樣的經濟實力 以及有這樣的科學技術 是可以建設很多海水化碳廠 甚至乎海水化碳的比率 是可以高於新加坡的 你肯讓我們去做就行 你肯不肯 當中裡頭是不是牽涉到政治因素在裡頭呢 為什麼這麼多年都不讓我們香港人 搞這個海水化碳呢 是不是當了水資源就是戰略資源 以及賺錢的資源 所以不要每次提到水資源的問題 就每次叫香港人要喝水思源 因為你那些東江水存不能讓香港人給錢買的 是一個交易是公平的 互相對等的 更何況一件事就是 東江水的水價很快就會和海水化碳的成本 就是一個黃金交叉 目前你也說 東江水的水價還是比海水化碳還便宜 長遠來說因為你每年都會加價 所以很快就會到達一個黃金交叉 到時海水化碳的成本就會低過買東江水 為什麼不去建更多海水化碳廠呢 反正你特區政府也有很多錢 做這些有利於民生的事就更好 不用經常給大陸一個口實 就說要喝水思源 喝水思源就是大地之母 就是要思源 對的 建更多海水化碳廠 接著他又提到電力問題 他就說目前本港的兩間電力公司 都是跟大陸有聯網的 對的 我也是支持開放本地的電力市場引入競爭 對於市民也有好處 一定的電費便宜了 有競爭便有進步 好了 接著又提到食材的問題 就說香港目前 很依賴大陸進口的肉類和蔬菜 根本就是為什麼呢 因為香港的特區政府 沒有好好支援第一產業 本來香港就有很多豬排 我告訴大家一個數據 在八十年代的時候 香港是有接近四千個豬牆 每年產豬量是八十多萬隻 自從2006年開始 特區政府就用公共衛生和環境污染作為藉口 開始向豬籠收回養豬牌 自此之後養豬牌只減不升 為什麼呢 因為它不再發生的牌照 只能夠現有的豬籠放棄牌照 最新的數據是多少 香港只剩下四十三個豬牆 每年生產港豬不足十萬隻 這就是你借一些以來 去殘害第一產業 根本就是用藉口去堆壞養豬業 香港沒有養豬 就要從大陸引入 你只是想搞這棵東西 這就產生很大的問題 在香港的1200人選舉委員會 有六十隻是來自漁農界的 但是本地的漁農業就不停地萎縮 無論是就業人口還是經濟產值 漁農界都生產不到百分之五出來 那你就很應該對於選委的界別 作出一個調整 它不應該佔那麼多的議席 你又不會這樣做 但是同時之間 你又沒有好好地支援漁農業的發展 你想怎樣呢 除了養豬之外 還有一個叫水耕法 你有沒有嘗試想過在外國引入這些東西 現在就要用高科技 不再像以前那樣耕作 水耕法最好一件事 就是不需要泥土 他就用了營養劑就搞定了 我記得以前 十幾年前 老董 他去過以色列 看別人種番茄 就是用水耕法 為什麼十幾年前 去外國考察完之後 你都沒有大規模引進科技 你絕對是有經濟產值 和可以製造就業 你就是消極不作為 你就是不支援漁農業的發展 好了 這篇文章還說到 黃色經濟圈是自殘的 我當然不同意 因為這純粹就是 民間自發消費習慣的改變 他不去這一間就去另一間 我完全不覺得這是自殘的行為 至於他們說到 這個黃色經濟圈 就是淪為笑柄的最終將會 這個當然是好看市民 如果市民是可以 將偉大的概念實踐下去 能夠付諸行動 能夠長期有這個決心和毅力 那就會成功 如果最終都是說說就算 或者不能夠持之以行 那就真是很可能 就變成這篇文章這樣說 就真是會淪為笑柄 希望就不會 這一節先說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